那在看過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裡面跟都市計畫相關的部分之後呢 其實就會產生其中一些問題是說 他這些規範要怎麼樣去落實在都市計畫裡面 那首先就必須要先了解國土計畫跟都市計畫 國土計畫法跟都市計畫法之間的法位階到底是如何 那在我們所謂傳統的法位階理論呢 大概分成幾種 一種是所謂的普通法 特別法 或是後法 後法 前法 程序法 實施法等等的 那到底國土計畫法跟都市計畫法 到底是不是一個普通法跟特別法的關係呢 如果我們來檢驗它的話發現說 理應啊 理應都市計畫法是就都市計畫土地去做管制去做規範 那國土計畫法是一個比較上位階的一個指導原則 所以說似乎是應該是以都市計畫法為國土計畫法的一個特別法 但是實際上來講的話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要必須依照國土計畫來指導辦理理訂跟變更 看起來好像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看起來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如果說我們用這個方式來去考慮它的話呢 似乎又會把那個 把都市計畫法當作特別法的話 那似乎又會把國土計畫法架空 因為你如果全部都是用都市計畫法的話 國土計畫法的指導的那個功能就不存在 就會有這種問題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是不是依照現在所謂的區域計畫法 跟都市計畫法之間的平行的角度去看它 似乎也不像 因為目前來講我們是用區域計畫法來管制非都市土地 都市計畫法管制都市土地 看起來它並沒有一個上下位階的一個關聯性 可是我們在國土計畫法裡面呢 大家應該目前都可以肯認說 它是一個我國最高位階的國土的 國土計畫的相關的法令 所以說它跟都市計畫法之間 應該是會有上下的一個階層上的關係 那面臨這樣的困境就是說 到底法律的適用上來講 要先適用哪一個法律 到底何者是普通法 何者是特別法 在這種情況下 剛剛如同我講的 它如果說你用國土計畫法優先 那似乎你沒有辦法去很細部的去處理 有關於都市計畫的問題 你都市計畫法優先呢 似乎國土計畫法的指導原則又沒有辦法落實 所以我們在這裡或許可以思考看看 是不是說 用所謂的所謂基本法的一個方式來 來做這樣的一個考量 那 所謂基本法就是說 它基本法它是一個原則性 概念性的一個法令 那它對於實施法的部分呢 有一個指導性的一個效果 有一個指導性的一個效果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基本法它就可以制定 所應該遵守的原理原則 然後去指引行政機關 來對於實施法的部分來提供解釋 還有它適用上的準審 但是在實際上的執行面上來看的話 應該還是以實施法的部分 為一個準審的一個要件 那如果以這種方式來探討 國土計畫法跟都市計畫法之間的關係的話 是似乎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因為在實際上就會是國土計畫法定出 國土空間的規範的原則 然後呢它指導都市計畫法 相關都市計畫的擬定跟變更 那實際上都市計畫法的落實呢 還是依照都市計畫法的規定來走 但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跟目前台灣 跟目前我國的法令的 法律的一個法體系是 並沒有一個明文規定存在 因為我國的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16條第17條的規定呢 它就是有一個特別法 又於普通法 或後法又於前法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變成是說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下 對於我們剛剛講的基本法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呢 是沒有辦法放進來的 如果說我們要用明文去看的話 是沒有這種東西 不過我們或許可以思考說 是不是可以透過憲法解釋 或透過司法解釋的方式 來讓這個東西落實 因為相關的問題並不只 發生在國土計畫法上 那台灣相關的 有基本法之名的法律 其實還不少 那比較常在討論的是 環境基本法 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雖然它叫做基本法 但實際上它並沒有 說產生實際基本法應該有的效果 應該有的效果